歡迎打開Ru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銀翼殺手 2049》 這是大導演Lady Scott1982年的電影《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的續集 1982年的《銀翼殺手》這部電影是由美國科幻小說 《複製人會夢見電子羊媽》的背景人物設定改編而成的 這本小說的作者Phil K. Dick 有很多小說都改編成為相當賣座的科幻電影 阿湯哥的關鍵報告 阿諾的魔鬼總動員 還有麥特戴蒙的命運規劃局 但是《銀翼殺手》並不賣座 據說在當年是票房和口碑都相當失敗的狀況 直到在家庭錄影帶的市場才得到影迷的追捧成為一部神作 就像是後來的《刺激1995》一樣 後來也才有重新剪輯的版本上市 成為一部不朽的經典科幻片 回到今天的主角《銀翼殺手 2049》 這次雷歷史考特負責監製 由從《烈火焚身》到《異星路鏡頭》 拍了相當好的加拿大導演 Dennis Villeneuve指導 再來兩位當紅小生 Ryan Gosling和Jer Little 以及35年前的男主角傳說級的Harrison Fogg 幾乎所有的劇情敘述都會是雷 我很開心這部片的預告片 幾乎沒有透露任何劇情的重大線索 必須跟著雷恩葛林飾演的主角K探人 一起一步步的發現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在類型上跟上一集一樣是一部冷硬派的黑色電影 絕對不是一部動作科幻片 沒有充斥著爆破或者是動作的場景 但是故事中的每一個畫面都是五星級的震撼 美術、燈光、攝影、那種每一個畫面幾乎都是電堂級的水準 我雖然沒有買到大螢幕的電影票 不過近距離看著小螢幕 我還是很可以被這些畫面的力量給打動 在上映前官方有釋出三段短片 分別是2020、2035和2048 三部短片分別補充著這兩集三十年之間所發生的改變 這部續集很棒的就是在故事上 不是只是靠著上一集的故事線延續下來而已 而是在中間還有很多我們沒有看到的事情發生 而且這些事情都大大的影響著劇中的世界 靠著這三部短片我們大概還是可以知道 這一集的故事是跟複製人有關係的 還是一個追捕的故事 片名銀翼殺手指的就是專門獵殺那些非法複製人的警探 故事的重點就會在那些人和複製人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和糾結 在這裡面的複製人是人類用基因工程所製造出來替人類工作的努力 這跟普羅米修斯系列裡面的複製人是一樣的 所以人跟複製人的關係會是整部電影的故事核心 這一集的故事內容完全建立在第一集的故事上面 包括故事背後辯證的論點都是 可以說是很棒的續集不只補完了第一集的故事 很多地方是推翻了第一集的想法 裡面有好幾段戲都會讓我震驚的忍不住張大眼睛 好多的橋段都精彩的讓人說不出話來 在節奏上是比較緩慢的 但是這個導演的電影一向如此 它會把一場戲完整的讓你看到 從它走進來到發生了什麼事情 配合著劇情發展還是會讓戲劇張力 維持在一股懸疑的氣氛當中 配上這樣的導演風格 我覺得形容這部電影一個最好的詞是 優雅 它是一個很優雅的科幻故事 Gia Little在前導短片中讓我們看到 是一個非常有霸氣的角色 但是在這部片當中 尤其是跟兩大男主角對戲的時候 讓我有一種矮了一劫的感覺 就是好像他是一個NPC一樣 好像他真的只是一個配角 而哈里遜福特很OK 出場的時候讓人很興奮 劇本也是靠著這一個角色 成功地把這個故事延續了下去 不能爆雷 而Lane格斯林他的表演 我覺得是奧斯卡登級的 太棒了 喜歡他的影迷一定要為了他去看這一部片 不管你有沒有看過上一集 反正上一集也沒有他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一集裡面 光看他角色的故事線就很足夠了 非常的精彩 這會是他又一個經典的作品 故事的主線很成功地 就扣在這個角色的身上 我想這也是這部續集會成功的一大主因 故事再怎麼龐大 還是聚焦在一個人物的身上 我真的很喜歡這部電影 幾乎沒有什麼缺點 但是我不會推薦給每一個人去看 一來是他真的是為了第一集的影迷 所拍的一個續集 二來喜歡這部電影的觀眾 一定會需要在科幻的世界裡面 在哲學的世界裡面 有一些知識或者是興趣 非常希望超級歪可以做這部電影的影片 拜託拜託 不過不管有沒有看過第一集 如果你喜歡一部精心製作的科幻電影 或者是你喜歡這裡面的演員 或者是你喜歡一星入鏡的這個導演 這都是一部你不應該錯過的電影 當然如果你願意先去找第一集來看的話 是最好不過了 還有那三部前腦的短片 《銀翼殺手2049》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 當然是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這裡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